大家好,又到這個眼金金爆鑊金的時間了 阿金,今天我們一次過爆兩隻 所以現在正在做功課 你正在做什麼功課呢? 富饒之城嘛,你又玩富饒之城 但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桌面這兩隻遊戲,為什麼我們這次會爆這兩隻遊戲? 有什麼共通點,你知道嗎? 考一下你 不知道 OK,沒問題 好,先問你一個問題,知不知道是什麼四大天王? 劉德華、郭富城、張學友和麗明 那他們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男人四個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說香港的四大天王 我們今天是說台灣的四大天王 知道哪四個嗎? 周杰倫、林俊傑 小心點說,有很多粉絲 楊宗偉和周杰倫 你再數多次 四個 周杰倫、林俊傑、楊宗偉和周杰倫 OK,不是 其實我們今天說四大天王是什麼 我們就是說富曉之城 原來其實 他就是林俊傑? 不是,他是誰我不知道 我不敢隨便說 但其實富曉之城 在台灣的周杰倫 歷史裡面 他是曾經擔任過四大天王 OK,分別就是富曉之城 卡坦島 卡卡城 以及這個病 我再數一次 富曉之城 卡坦島 是 是 卡坦島 富曉之城 是 卡卡仲 以及富曉之城 哦 數極都數不正 OK 還有病 OK 不過不要緊 其實就是你現在桌面前面那一副 那一副就是舊版 差得一倍尺寸 我們今天就會開新的這一副 舊版和新版分別在於什麼呢 我們今天可以看看 你幫我開舊版 我開新版 你也是沒有那個架 是啊 我今天又是忘記帶一柱晴天過來 OK 很難開啊 新版 新版第一個問題 就是盒子好像很難開 其實不是 我昨天吸得太緊 OK 好 我們先看看 新版 首先就有一疊 Token 就是它裡面有的角色 因為我們都會再詳細看 接著就是說明書一本 這個說明書很重要 現在我也會說為什麼 接著呢 兩疊卡 和一疊Token 好了 首先我們先看看Token 其實Token方面 和上一集 其實是同一個層級的 可以我過去嗎 這是侯堂來的 沒錯 這個就被譽為侯堂 OK 其實上一集和今集 都很相似 不要搞亂 不是我的 他們都是同一個尺寸 差不多 但是今集的賣點就是這個 我個人又非常喜歡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王冠 不用我多說 OK 眼見 我試一下戴 你看 OK的 好像Lolita OK 輸死你了 誰做王就知道 玩個富賢都知道 做王就被人倒飛氣 OK 好 先拿一件 好了 接下來當然是 來重點 OK 又是幫我開 下次也會帶我假的 對 又不記得也會帶我假的 好 好 人物卡 對 人物卡很重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首先 比對一下 我們比對一下 這個就是舊版的人物卡 畫風大約會是這樣 這是中文版 OK 一對一 先給你 我想我們對不上那麼多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簡單來說 舊版 舊版 或者比對一下 這個就是舊版的刺客 這個就是新版的刺客 這個就是新版的刺客 那麼公仔比較漂亮 就不評論了 但是很明顯 那些字就清楚很多 還有張卡是大很多 所以玩起來就不用怕看錯 就是有些人賴的 就是賴的 賴的賴路又說什麼 角色不同 那這個就是舊版的artwork 那我們一開看看 新版的artwork 基本上這副新版已經有了舊版的base game 加上dark city expansion的角色 1至9號各一張 而這次他也特意為這個新版 再設計了一款新的 即是說他裡面已經有三套的角色牌了 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 舊版那兩張 接著這個就是新版 那角色那裏我想你上BGG可以詳細看 我這裏不逐一張說了 那 但是我最主要是想給你看一下 artwork是提升了很多的 而且有些細胃我都覺得不能不讚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玩怕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有些朋友是有蜥蜴的 舊版的卡上高是沒有解決過蜥蜴的問題 就是你會看到這張卡是有數字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數字底的符號 那個顏色是看不到的 但是新版就不同了 新版會在符號上加上 那裏有點點 這個是正方形 這個是六角形 各位所有的卡上高都有做這些文路 令到蜥蜴的人都可以玩這遊戲 沒有問題 還有那些artwork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個人 完全是因為他的artwork 所以再賣多一次 OK 那好了 很快地看 還有他去到九號 可以支援到八個人玩的 OK 還有貓子 OK 有貓子 這些先幫我收拾 那另一個賣點 就是他的建築卡 很多人玩過 嘩 你這一下 但是你會不會發覺有件事錯了 你向你的方向 我怎麼拿去看 OK 阿莫角鏡頭是這邊的 不是啊 這樣看得到神的 OK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這樣 OK 他在這裡弄了 應該要很久 那 那麼 那麼 這些建築物 跟上一集 除了一些公仔不同了之外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卡 上高有很多東西都調整了 例如 價錢 還有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他有一堆功能卡 那麼 舊版本身就有一些紫色的建築物 那些建築物是有些特殊效果的 那他有了他本身的那一套 並且他撿過了裡面的那些技能 那並且之外 他再有新增多20張的這些特殊的建築牌 那每次玩就在裡面抽一部分出來去玩的 那還有剛才也有看到的就是Token 那Token就方便我們玩的時候就可以展示出來 我這一局究竟用哪幾個角色 那就方便大家玩的時候就可以很清楚去看得到 但是這個不是最重要 好 問問阿金 阿金你也有找過富妖之城去吃 有 富妖之城死在什麼 等探太久了 對 超長 OK 即是被譽為可以雙開的遊戲 即是左邊開富妖之城 右邊再玩另一副夾 別人輪抽完的角色回到你自己那裡 都未必可以玩得到 那為什麼呢 因為遊戲裡面有一個System 就是每一個Round 你都要在一堆的角色牌那裡選一張 那還要怎樣 你選完 然後將你的牌傳給下一個人選 那這個過程你試次上下 如果有五六個人玩 那你每次都要等五六個人選完身份角色 才可以開始的遊戲 那就會令到遊戲的downdown很長 那新版有什麼改善了這件事 那就麻煩給說明書 好 好 好 新版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看說明書 它有兩個地方改善了 一揭中我想要的版 第一 Endgame條件 原本舊版八棟建築物園遊戲 現在七棟 你都想到就快了 遊戲會快完 另外剛才說過 那些卡有調整過 所以它裡面用少了錢去起到 也令遊戲快了 而更加重要更加重要 我覺得整本說明書最值錢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什麼呢 就是遊戲的說明書裡面 已經預設了一堆的選擇 包括身份角色 包括特殊建築物 那這些是那些 所以將這個遊戲的時間縮短了 我自己覺得在價錢上高 和份量和藝術來講 這副都沒得逃跑了 有點心動 你每一隻都心動 都是你 又關我事 好不要緊 我們今天是傷害 麻煩你多清一清 好我們事不宜遲就過來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你現在在鏡頭看 就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但其實是閃的 封面 就是歷史長樓 阿金 知不知道歷史長樓是玩什麼 OK 靜了 不要緊 我問你知不知道Flu the Rage是玩什麼 TDA 其實歷史長樓就是Flu the Rage的 即是歷史長樓作者 Jazz Lee 就是一個台灣作者 這副是一副台灣的遊戲 OK 你現在知道這兩副遊戲是什麼共通點 又剩下了 OK 又剩下了 OK 你每次都呆了 這次就是台灣四大天王 這次就是台灣設計師設計的遊戲 其實歷史長樓就是 這樣也想得通嗎 喂 這樣也想得通嗎 這樣也想得通嗎 不過這個 這樣也想得通台灣 台灣四大天王 台灣設計師 喂 那你一次就 這樣也要買太陽餅 在這裏 OK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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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講 歷史長樓其實就是 將這個TTA的遊戲 感覺 去用一個很短的遊戲模式 就是用必定的遊戲模式 去重現出來 我們很快看看 OK 封面 說明書 有貓子 OK 然後是木token 這是用來資源做必定的 現在我們會略略說一說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用台灣的集資網去集資 其中一個跑到的搜尋目標就是代表不同顏色的token 也很有歷史的感覺 重點就是看這些卡 如果有玩過歷史巨輪的朋友 可能看到這些卡的layout 你應該會看到 是很像嗎? 分了stage 每一張卡上高都會有stage 會有symbol 有不同時代代表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個能力 因為我不可以整理出來 所以麻煩你幫我攤開卡 我或者用說明書來講講遊戲的流程 等大家有個方向 當我攤開這本說明書來到這版 如果你有玩過歷史巨輪Fullerage的朋友 都應該會感覺到很像 因為都是把那些卡按著時代排 排完然後攤一堆出來 然後不同的玩家就去買這些卡來建 不過這個遊戲就把整個歷史巨輪精簡了很多 就用一個很core的機制就是必定 必定的形式很簡單 每個人就會有這些資源 當你有了一張卡之後 你就可以為這張卡定一個價值 可能你說我覺得它值四個資源 你放上去 接著就會輪一個回合 我們叫做投資 如果在一個回合裡沒有人肯給四元 去買這張卡的話 那你那四元就會拿走了 接著你就可以拿走這張卡 但反過來 如果有人去給四元買你的那張卡的話 那你這張卡就會被人拿走了 而那個人拿來買你這張卡的錢 你就會有機會分 這就是我最core的概念 所以整個遊戲的控制資源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必定 你給四元 別人就給四元 別人沒有失去 別人沒有失去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很想要這張卡 你就一定要放多些錢去鎖住它 你令到別人要給更多的錢才能買到 如果不然的話 別人會搶到這張卡 尤其是這遊戲的core的系統 就是Z collection 就是一個草symbol的遊戲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symbol 這些symbol 在原遊戲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 原遊戲的時候 它就會按回不同的種類 以及它每個種類裡的不同的symbol 就會去計分 詳細這些 我想你到時拿到一副遊戲 才去再看 這副遊戲 當時我看到 其實我自己第一個感覺 就是作為一種有歷史背景 一種很簡單的必定遊戲 我其實覺得是很好的 不過可能因為它比較像TTA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拿它和TTA比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比一桿下去 可能那個結果會是怎樣 但是我現在收到 其實剛才都還沒有很仔細看 其實這些卡的質素 和它上的Graphic 如果你喜歡簡約封的話 其實這遊戲的卡是很漂亮的 就是那個簡約封做得很好 還有那些packs 譬如木的token 這些顏色的token 質素也很高 還有那些bots上的文字 都說得很清楚 我覺得作為一種台灣的集資遊戲 還有它的價錢的標價不是很高 我覺得是一種文化歷史入門的遊戲 我覺得是一種好東西 阿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你今天不行 反應很差 你得罪了很多台灣的fans 為什麼 你再數一次台灣四大天王 延誠玉 不見號 哈哈哈哈 那個F4 我不知道 F4 你全部送出來 延誠玉 是 不見號 是 死了 兒子 是 給你一個提示 G G 校天 是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再這樣說 得罪很多台灣的fans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好啦 拜拜 拜拜